大使也是挂起状态的一个供电开启 然后高电瓶开启内部吻压器 低电瓶开启外部吻压器 有外部提供 有外部上拉 就这个意思 有外部提供 所以说这个信号 跟以前六七的不一样 唯独八系列是这样子 八系列和九系列这个桥 CPU分开的 我看一下单CPU有没有 找一个单CPU图纸看一下 因为这个的话呢 现在如果说你们搞得有问题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出问题 有时候这个 我找个东西看一下 一定要确认清楚 四代五代担忧 不知道没发现 没发现 这个看到了 要注意 这也是单CPU 单CPU也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四代五代担忧 它依然是 高的时候开启内部 L为D D的时候呢 是关闭 高电瓶开启 低电瓶关闭 跟我们刚才这个不一样 这两个都是开启 两个都是开启 一个开启内部的 一个开启外部的 所以这个就这个意思啊 图纸发一下 你去搜一下9331P 它里面就有描述 不是每一个图纸都有描述啊 能保的他都会描述一下 广达的工程师就比较懒 啊 就好多都没有描述 啊 我找了能保的都有描述 单CPU 这个INT VRM 高电瓶开启 低电瓶关闭 8系列的 强化设备分开的 不一样的 高低都会开启 啊 这个是 啊 我这个讲的单U 我就讲了什么呀 高电瓶开启 低电瓶关闭 啊 所以要注意 如果是8系列 这个地方就有区别 明白吗 啊 讲的单U 就是这个 高电瓶开启 低电瓶关闭 你要抄就直接抄 也可以 这个没问题啊 然后 这个是内部的吻扬器开启 如果这个没有供电 啊 那么他就会造成 不开机 啊 这里哈 INTVRM1N和DSWVRM1N 这个都是由RTC供电上拉 啊 有RTC供电上拉 正常就是一个三伏的高电瓶 三伏或者是三点三伏吧 啊 啊 就这么一个电压 这了没电 那肯定不行 啊 这是内部的吻扬器开启 啊 除了这些供电以外 实际上RTC RTC电路还有一些 比如说 DCP RTC DCP RTC 我看看有没有 哎呦 DCP RTC 这个也是它内部的RTC供电 由它内部产生的 外部只是接了滤波电容而已 我看担忧的有没有 担忧的也有 这种也是RTC供电 如果这种供电如果出现异常 一样也会不开机 就是如果外面那个电容 转路啦 掉啦 腐蚀啦 一样会不开机 这也是属于RTC供电的范畴 使用内部产生的 叫DCP RTC 啊 注意 啊 这个要非常的重要啊 修个不开机都修不出来 那就麻烦了 啊 修不修个不触发的修不出来 你也别说是我教的 的啊 我就补了你这个地址了 哈哈哈 那接下来 这个 一个信号啊 叫做VCCDSW3-3 啊 VCCDSW3-3的话呢 这是一个深度睡眠 一个待机供电 啊 DSW 就是深度睡眠的意思 啊 DSW哈 深度睡眠的意思 DSW3-3 这是深度睡眠待机 不支持深度睡眠的时候 这个信号 跟VCCSARS3-3连一起 啊 这个通常这个电压 是由PWM电路提供 啊 这个它是有一定的电流的 线性电压带不动啊 不能采用线性 这个是比较耗电的 这么一个供电 啊 啊 这个RTC电路哈 什么三五万 有个办法 跑线 RTC 从电池做那个 那个 那个二级管出来 啊 不是有个双二级管吗 对不对 RTC供电 这边不是有个双二级管吗 VCC RTC 这个出来叫RTC VCC 这个应该是来自一个双二级管吧 对 来自一个双二级管 来自电池座 然后你从双二级管的第一角 用铜刷去刷 刷到哪里去呢 第一 连接两个20K电阻这边响了 20K电阻就是RTC的复位 连接330K电阻 响了 啊 有个330K电阻 响了 这个就是 DSW VM 然后还有一个330欧电阻 就是连到哪里去啊 一个 这个INTVM1N呢 还有INTVM1N呢 还有INTVM1呢 这个是 哎 就这个INTVM1N 有没有 啊 连接20K的 对 20K的呢 这个就是RTC复位 连接330K的呢 这个就是 INTVM1N 和 这个 DSW VM1N 是上拉这两个信号的 你拿个小铜刷去刷 找到电池座 就能找到这个 双二级管 你先找到电池接口 顺着电池接口 就能找到 这个 二级管 顺着二级管 再去追 就能追到那两个电阻 啊 剩下那个一兆 就不要管它了 这个一兆欧的 一兆欧是这个 装不装都没关系 那一定是高电瓶 这个不影响 不开机 明白没有 啊 那个一兆欧的 就可以忽略 进来两个电阻 自己去看 20K的和330K 你自己去区分 哪个小铜刷跑线 在哪里跑 你不要到处跑 在哪里呢 在桥的旁边刷 刷那个桥的旁边和底部 啊 CPU旁边和底部 啊 啊 在 桥 有桥的你就找桥嘛 没桥的就找CPU嘛 啊 啊 这种电阻一般不会离得太远 都是在桥或者单CPU旁边 啊 跑线吧 一定能跑得到 这是方法 问题 啊 好 这个 DSW VRM1N 呃 DSW 这个VCDSW3-3 这个供电正常以后 通常 它会 它会这个 这个 延时产生一个低 PoK 断线了怎么办 哦哦 断线了那就麻烦了 断线了呢 曾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实地远程我都没讲过的啊 以前我在工厂以前在别的地方修捅货的时候与用动的一个方法 嗯 就是比较麻烦了 比如说我这个没有没有整理呃呃呃那个还我只整理了这个 我只整理了单啊那个7系列8系列6系列啊 5系列只整理了这些8系列67系列 啊 比如说我要找VCRTC是吧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把桥取了找到这第一个脚这个点啊 测这个点跟外面通不通通了那个地方总有一个地方通吗 这个VCRTC一定是连到RTC电池的嘛 我从外面供电反着追追不到我就从桥里面退回来呗 有没有没有 啊 我这里有每一个信号的一个测试点在桥的哪个引脚 我不怕没图纸啊我拆了桥 从测试点上往外追啊 啊 对 从测试从测试点往外追 啊 一般我都有标的哪个点哪个点 啊 只是你们自己去总结吧找个点位弄一下吧 脚 哇靠桥的脚位很难数啊我觉得我也去了 这是干嘛呀 这个还要你数啊 不要你数啊 他说指着有点位都告诉你这哪个点 戳到跑线就好了 就外部外部电路跑不进来就从里面往外跑 没有没有 这是以前修整货的时候修好一片板 把一片板的电路跑通了 剩下的呢 就来一片 对着你测试的图片 戳就行了 对 以前修整货的时候我是这样子搞 就是 比如说这一批有一千片 又没图纸又没点位 我就找一片板把桥啊 CPU做啊 全部拆掉 然后对着这个点位把那些所有的供电啊 Sleep信号 PG啊 那些啊 跑出来 并在拍到图片在图片上做好标示 做好标示以后呢 这些重要信号都做好标示了嘛 完了之后下次来一片板 我就每一次我都对着我图片的标示去修 啊 就知道基本上是哪里问题 可以断定一些故障 基本上一杀一个准了 我靠人家看到我修五图五点位的这么屌 呃 我也也是 我也不告诉他一般方法对吧 默默的装一把 装逼对吧 那个时候就这样子 一般人不告诉他的 这个 你要修捅画你要知道我白一片跑出来的 那一批都是我修啊 我要是告诉别人别人给我抢菜了呀 对不对 我一天修几十片上百片 那我挖了一个月 那点工资就那点来呀 对吧 对不对 自己画头自己跑线啊 这是办法自己想的 你们是没有被逼到这个份上 逼到这个份上呢没办法 呃外面人家说八块钱一片修捅货 我觉得可以干啊 很多人八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人家不干卧槽 修捅货是拼量的 八块钱够了 一天修个五六十片 修个几百块一千英 比上班强多了呀 是吧 一个月搞搞半把快 软启动不也是干桥干优吗 供电正常 查完也差不多了 啊 再往下看啊 第一泡OK 刚才看到的 CPU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 电压呢 是3.3V 不支持深度睡眠的时候 他跟RSM RST点一起 对平时有好多信号啊 只有 怎么说呢 里面有些东西啊 可能你还没有 设计到那么深 没有牵扯那么深 你就不会去查 我以前查的东西 设计的东西很多的 很丰富的 现在后来我也懒得搞 那是以前修机也比较拼命 现在没那么拼命了 对吧 七八年前 修一片板子一两百块 比现在修一片板 一两百块多好几倍呀 对吧 那个时候好拼命的 那个时候修板 七一两百块就像现在修苹果一样 几七八百上千块一样的修 现在没那么拼命了 比如说你要找个8系列的板 对吧 8系列的板子没图没点位 你8系列的有图有点位的多了去的 随便找一个对比一下咯 哇 周明乌啊 你在这打的什么啊 又是 我靠 我看不清了 嗯 好 再往下看 版文我是看不懂 啊 第一炮开正常以后 接下来呢 是一个 撕地步上司警 撕地步上司警 这个信号 是桥 在上面这个供电正常情况下 自动发出去的 啊 这位 有了 VCC DSW3-3 和D-POW OK之后 自动发出去 去开启桥的主材机供电 开启 VCC SARS 3-3 啊 啊 就是这个 SARS 这个是 CPU的 深度 这个发出的深度水平指示信号 它一般是用来控制 潜睡眠待机 这个开启和关闭 不支持深度睡眠的时候 它就会悬空 所以这里我们有好几个信号 可以用来判断机器是否支持深度睡眠 对吧 比如说你收下Sleep信号 Sleep-上司警 看有没有采用 采用呢 就支持 不采用就不支持 比如说我这个机收下Sleep-SUS警 这个信号有没有采用呢 嗯 外面是带来个测试点 这个是不采用的 不采用的话 这个信号就悬空 说明我们这个机器 在这个图纸上 是不支持深度睡眠 对 不支持啊 就这个意思 如果支持的话 它就会连接到相应的电路 去控制那个浅睡眠待机的开启和关闭 啊 就会连到外面电路去 不支持就不悬空了 然后浅睡眠待机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VCCSARS 3-3 啊 这个是CPU的浅睡眠待机 在以前的6系列 还有一个叫V5-EF-SARS 对吧 V5-EF-SARS 这个是以前6-7以前都有的 这个也是五伏待机供电 到了8系列以后 啊 这个就已经找不到这个信号了 比如说我在这个图中搜 搜不到了V5-EF-SARS 在8系列这个里面也搜 搜不到了 只有7系列以前才有 明白没有 啊 这个新手要注意 啊 以前有V5-EF-SARS 现在没有了 8以后都没有了 7以前的有 啊 就是没有这个五伏待机 它也能工作 也能开机 这个墙不需要这个供电 接下来就是一个RSM-RST 紧 这个是CPU 它的一个浅睡眠代机电压好 实际上这个RST紧 这是一个复位信号 啊 这是一个 啊 ACPI控制器的一个复位 RSM-RST 是CPU 内部 ACPI控制器 的复位信号 啊 这个复位需要多长时间 还有没人记得 啊 需要复位多长时间 10毫秒 对 不愧是以前我带过的 啊 10毫秒 最少要复位这么长时间 啊 才能够完成复位 啊 这个复位信号 ACPI控制器 ACPI控制器是什么呢 就是高级 电源管理 啊 高级电源管理 这个的话 它管理的是什么东西呢 管理的是我们整个电脑的一个上电 休眠 对 啊 以及带机啊 啊 还有它的挂起啊 啊 还有它的一些功耗 就是管理整个机器的功耗的 就电源管理啊 这是由乔来管理的 啊 啊 我这个键盘啊 我敲的比较响而已 啊 那个麦克风啊 刚好这个键盘下面 我敲键盘的声音全部传到麦克风里面去了 除了这个 RSM RST以外 接下来 在这个RSM RST 之后 大概多长时间啊 90多毫秒会产生一个SARS clock 90几毫秒还有没人记得 97 96 差不多啊 对 就是在RSM RST 正常以后 延时90多毫秒 将近100毫秒的样子 会发出SARS clock 这是一个32.768 的一个波形 但是很多主板都不采用 也有些主板呢 它 会送给EC 用于取代EC内部时钟 部分哈 会送给EC 也有些呢 是不采用 啊 啊 啊 这里 比如说我来搜一下这个SARS clock 啊 看有没有采用 看有没有采用 没采用 对吧 好多不采用 好 好 接下来呢 就是按开关之后的 这个power button 就是开关信号 就触发信号 送个桥的 啊 这是送给桥的哈 这个power button 是 呃 也不叫桥吧 现在叫CPU吧 是CPU内部的一个 开关信号啊 power btn power button 这是带警号的 警号在哪里呢 上面那个横杠 那根杠 就是警号的意思 啊 凡是信号上面带杠的 都是低电频有效 对啊 超到软了 可以啊 本来就软吧 power button 呃 它是在待机的时候 它是个高电频 你在按下开关的时候呢 按下去就会拉低 你松开开关 它又变成高 那么在拉低的那一瞬间 桥就会发出 Sleep信号 啊 Sleep S5 Sleep S4 S3 Sleep A Sleep Lan 紧啊 但是 这里还有一个信号 叫做Sleep S0 看到没有 这是 增加的一个信号 叫做Sleep S0 紧 这是以前你们没有见到过的 这个信号 一般不采用 通常哈 就是现在我还没看到它采用 啊 你们看到有被采用的 那么如果有实物的话就测量一下 看看它开启什么电压 啊 这个信号 Sleep S0 这是以前没有的 这是后面增加的 一个信号 啊 啊 今天的话呢 我们这个 时序的话 就先讲到这 啊 这几个Sleep信号啊 它是 依次至高 特别是S5 S4 S3 这两个是先后 一先一后为高 啊 这里有一个Sleep A 和Sleep LAN 这两个信号呢 是不一样的 Sleep A 它是用于控制 密模块供电的 用于支持AMT功能 所以叫Sleep A 那么下面这个Sleep LAN 是用于开启网卡供电的 也是用于支持AMT功能 啊 所以这两个 如果机器支持AMT功能的话 那么他们会在按开关之前为高 去开启密模块供电 如果说不支持AMT功能 他们跟Sleep3 Sleep-S3同步 啊 Sleep S3什么时候起来 他们就什么时候起来 那么这个VCCASW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密模块的供电 啊 就Sleep A 就是开启这个密模块供电 就叫做VCCASW 啊 你这个VSleep A什么时候起来 这个供电就什么时候起来 啊 啊 这个VDIMM 这个是我们说的内存供电 内存主供电哈 只是指的是主供电 不包含它的VTT 啊 对 AMT 其实实际上吧 叫IMT啊 IMT 全程是这个 英特尔啊 这个管理引擎 就这几个信号啊 Sleep 5 Sleep S4 Sleep S3 啊 这个你可以 截图吧 Sleep S3如果为高 表示机器 要退出待机进入S0 Sleep S4呢 是退出休眠 啊 S5呢 是退出关机状态 啊 吃了Power Button之后 他们依次自高 好 然后 就是一个Sleep A 和Sleep LAN Sleep A刚才我已经说了 它是CPU的密模块的供电 啊 密模块 就是我们说的主动睡眠电路 主动睡眠待机电路 这个是密模块的 如果主板支持 AMT功能 并开启的时候 这个信号会在触发之前就产生 关闭AMT功能 这个信号与Sleep S3 一致 机器不支持的时候 这个信号可以悬空 啊 比如说我们这有个机器 啊 看到这个Sleep A 是悬空还是采用 Sleep A 悬空 表示这个机器 不支持AMT 啊 一般的情况下 除了这个 Sleep PID T系列 会采用 就是除了这个 Sleep PID T系列 X系列 这个会采用 其他的一般都不采用 啊 苹果的有时候会采用 啊 其他机器基本不用 这个AMT 啊 特别偷了 偷不掉的 Sleep GAN 烂紧 这个是网卡供电 啊 一般情况下哈 如果主板没有采用 英特尔 那个原装网卡的时候 这个信号不采用 如果使用英特尔的那个原装网卡 啊 原装网卡啊 那么 并且支持网络唤醒 支持AMT功能的话 这个信号会在待机的时候为高 不支持的时候 这个信号 就会跟 那个 Sleep A 或者是Sleep S3 同步 啊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几个信号 啊 明天我们就要 讲 后面的了啊 啊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就是这个VCC代表哪些 VDIMM代表哪些 啊 这里这些VCC代表了这些供电啊 明天每一刻周一吧啊 刚才说了这个VDIMM这个指的是内存主供电 一般受控于Sleep S4 由Sleep S4去开启 啊 如果Sleep S4没采用的话 一般会采用Sleep S5 啊 啊 啊 这个VCC的话呢 这个VCC的话呢 一般指的是CPU的强模块供电 VCC3-3 或者是强模块的其他供电 VCCTS1-5 以及它的一些VDDQ内存模块供电 和一些维持电压VCCST等等 就是用来这些指的就是这些S0电压哈 受控于Sleep S3的这些电压啊 一百系列的VCCST是什么 一百系列的VCCST一样的呀 啊 也是一个1.0几伏的电嘛 啊 我们这一期如果有时间的话就讲一下一百系列嘛 啊 讲下六代担忧嘛 干啥的 相当于以前的总线供电 他没有总线供电了嘛 你找不到了嘛 你没有收不到VTT 也收不到VCCIO这些电压了嘛 就改个名字嘛 换个马甲嘛 下课啊 上 各打各嘛 各给各家